哈喽朋友们好 我是勇敢的阿林 已经安全到达开离了 今天早上骑的比较早 抱着小雨一顿骑行啊 还好这个骑行服防水还不错 就有点冷 骑摩托车呀 真的是要耐寒耐动啊 装备到位 同时要个铁屁股 全神灌注控制好油门 那我后面就是我黄飞大哥的西桥石火 由于疫情原因啊 目前是关闭状态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点55 我稍微早到了一会儿 他呢要10点多的高铁 我已经给他发过微信了 目前我这个贝纳利的502他已经骑行1000公里了 我们来看看 表显是1056公里 这是一辆全新的车 这个车有什么优切点呢 我的骑行过程虽然只有1000公里啊 但是这1000公里呢 也让我深有体会 这个车的优点是重 高速稳定性好 缺点也是重 就是操控性起步的时候 对人对驾驶者有一定的要求 确实是方向盘啊什么的 都得太太需要力量了 但是我的身体还不错 我这个车呢原地 倒过一次 看 在护杠的位置就能明显判得到 还有这儿 是我在百里杜鹃住着的时候 老板娘他那个停车的位置是个台阶 我早上起来装东西的时候呢 不小心就摔倒了 我相信以后呢 我会越骑越顺 一开始啊 咱们是总感觉不敢放手 总感觉心疼车战战兢兢的 其实骑摩托车就应该胆大心细啊 那次倒了以后是我一个人把它揪起来的 这个车有230公斤 加上行列的话 目前已经超过500斤了 但是目前没有出现什么减震漏油啊 后减震如何如何啊 目前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可能未来的日子里 大部分时间在路上都是我跟这辆摩托车了 朋友们还愿意这样长城炮吗 背后的轮武 换几轮煤 全身的绚丽动态的车衣啊 这就是我在文成公主 非常羡慕的那辆长城炮 柴油版的三把锁 然后黄飞大哥已经回来了 这会儿去房间求重电线 马上带我去买鱼 说是要给我做贵州这边最著名的酸汤鱼 还记得是吧 这辆长城炮这个帅气的黄飞哥哥 从12月2020年的12月5号 也现在一年零四个月了 今天来到他的这个一亩散布店 做了这个长城炮 我们俩现在去买鱼 是不哥 是 哇塞 大哥给款待的 这个真的是 我出来这么久四个月了 最有质感的一餐饭 这是不拍老板娘了啊 只拍吃的 这个美食是 老板娘是苗族人 她亲自上手做的 酸汤 酸汤鱼 而用的不是普通鲤鱼啊 是黄辣丁 这个炸的这个 鲤脊 配着椒盐 还有这个绝美的红烧肉 我给你们吃一个 咱们先来一个这个 椒盐 蘸的这个 我亲眼目组了这个制作过程 那是非常细致的 嘴都停不下来 再来一块这个地道的 东坡肉对吧 最关键的 酸汤鱼 来吧 哥哥 咱俩碰个呗 来 借您的酒 别客气 我啥也不说了啊 不让你上进了 他们该找你了 贵州 多采贵州 香香的 朋友们 后面就是夏思古镇 今天我在黄飞哥 跟嫂子在等下 我们夜游夏思 走 夏思古镇呢 在古代的时候 是很著名的 它与上海康定 被称之为 中国的三大商妇 因为古代航运 是第一位啊 这里拥有着一个 非常丰富的 航运资源 通过我们眼前 这条江啊 可以把 航运延伸到 破阳湖 再破阳湖 再延伸到 京航大跃河 通知我们的 古代的京都 我了解夏思古镇呢 是因为 中国的一个 特别有名的权种 它叫做夏思犬 中国能够 世界级猎犬批名 那就是夏思犬 夜有古镇是很有 格调很有情绪的 我们看一下 在镜头前方呢 就是著名的清水江 这个江啊 很宽 也很平常 适合做航运 现在我们走在的是 清水江的老大小 这是古色古香的 一种遗迹啊 来我们看镜头 另一方就是 来我们看对面 就是清水江的新大小 对面就有 现在文明汽车了 这里 雕龙滑住 对面车水马龙 这就是现代文明 跟古代文明的一种反差 很多人把重庆的红崖洞 标往为 宫崎骏笔下的漫画 千语千询 如果你来到 夏思古镇 你会明白 清水江上的 这个 一江傍水的阁楼啊 不是千语千询 更是千语千询 很多人说 中国的古镇 千篇一律 但是我觉得 夏思古镇 是活着的古镇 因为这里有 当地人生活的烟火器 看我手指的方向 上面就是 夏思古镇的一个小学 百年教育啊 新国新邦 走 我们继续出发 谢谢观看 顾 介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